你看这个 又被啃了 是什么动物 我怀疑就是猫或者是老鼠 好了 咱们今天给大家撒点闲片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些花有几个有情况了 给大家来汇报一下 好了 先叨叨一下牡丹 这个花蕊的牡丹实在是长得太密了 在我这里天天有点发泥 这个就是得天天浇水了 因为现在怎么说呢 叶子长得很多 而花盆里边呢 水啊 我们当时配土的时候又比较透水 所以说呢 可以天天浇啊 这个可以天天浇 这个呢 是这个前段时间花有寄过来 这个摩大道拿给它救的 现在已经恢复生机了 这个就是正常让它去长就行了 然后呢 下面这里也开始长一些新芽子 就是现在呢 已经恢复了薄薄的生机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想把下面的这些小汁给剪掉 不过呢 我思前想后呢 是先不进行修剪了 为啥呢 就是它长出来更多的叶子之后呢 可以有更多的光合作用 这样的话 它能在一整个的春天 还有夏天这两个季节呢 去吸收更多的营养和能量 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它会去长根 秋天的时候根系长得差不多了 基本上限个休眠的时候呢 我就给花友再发回去了 这个呢 它就可以再去再种了 有人话说 你懂不懂牡丹这了那了呢 不算很懂啊 其实在于我们这个牡丹来说呢 早在2000多年前秦时期呢 是从青州这边过去的 再早的时候呢 就是叫木勺药 欧阳修去洛阳当官的时候呢 啥也没带 就带了三个听红牡丹 嘿嘿嘿 是吧 听红牡丹呢 也叫青州红 所以说呢 你要是说 我们也不想争 是吧 洛阳跟何泽争了就已经很厉害了 我们青州再出来蹦蹦跳跳的 没啥意思 牡丹呢 其实跟别的眼花一样 就是我们典型的这种 带有北方特色的这种 休眠性的一个花 好吧 简单一概 铁线莲呢 这断了这以后 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眼点出来了 这种就是好多的花友说 老花一 休眠和不休眠的区别 你看 这个就是经过休眠和春花的 休眠和春花的 它到了春天的时候 它长的速度会更快 而在南方的花友呢 它是一直生长 一直生长的时候 花友们就要去补肥啊 去修剪啊 而我们北方这个呢 到冬天的时候 它休眠之后 春天的时候呢 我也是进行了这个修剪 然后旁边的侧芽会长得更旺 现在就是供上肥料 给烛光照就行了 这个梅花 越长越旺 然后结了个桃 结了个果子 看到没 结了个梅 这个千万别再弄个什么弄了 好吧 然后这个呢 就现在是活了 有的花友说 我特喜欢这个梅花 你送给我吧 不是不送给你们花友 是想送给你们 但是我这个是留着做实验的 目前呢 这长得太凶了 我想进行一下修剪 有的话说 老花一这个植物的修剪 其实植物的修剪呢 理论上来说 在野外是不用剪的 但是咱们在盆里边 盆那么小 是吧 它这个叶子长得太多了以后 根本就供不起 这个没有办法是吧 虽说是没有狠心的爹妈 但是咱们也得狠心 剪的时候有的花友问怎么剪 就是你就控制长度 随便剪一点就行了 对吧 我现在就是剪短一点 别让它叶子太多了 叶子太多了 我怕偶尔来一次缺水 它就汗过头了 就过去了 我现在就是掐一掐尖 大削一下它的顶转油脂 让它憋憋壮 让它长得更圆韵一些 让它长得稍微更圆韵一些 就是花友们剪的时候 也这个道理 你像有很多这种枝干上面的 这个小枝条 还有老的干掉枝条 干掉枝条 你第一时间剪掉就行了 这个留着没啥用 像这种小枝条 就让它长一段时间 到后期再说吧 看看这个营养充分 然后过两天 我是准备给它换盆的 这个根系现在几乎快长满了 根系几乎快长满了 是要进行换盆的 不过这段时间 就是施肥施肥 一定不能给它缺了肥 一千倍的花子多一号 记得给上 安库都捐挺好的 花友的这个合我鱼 已经活过来了 这个已经活过来了 这个瑞香那个花友 找不着它了吗 找不着它了 这个瑞香的那个花友 你要是看到这个视频 你记得联系我一下 瑞香可以寄回去了 开了一波花了 现在呢 现在呢是没有什么花了 已经开过了 开泄了 现在就是涨了 你如果说不着急 就等我秋天再养出来花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其他的花呢 暂时没什么大的一个动向 等于有的时候 我再去给大家汇报 有的话我比较担心说 老花一你以后去教学了 你会不会继续 咱们这个是继续正常更新的 这个不影响 好了 我老花一养花最专一 拜拜